海豚这是一种情感很丰富的动物 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 最近在广西青州三娘湾出现了非常感人的一幕 来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张图片 您瞧 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之上 有一只成年海豚 大海豚 驮了一只已经死亡的小海豚 在奋力的向前游去 风高浪急 小海豚 它已经死了 这个小海豚好几次从成年海豚背上就滑下来了 眼看就要沉下去 沉到海底了 但是成年海豚始终不离不弃 一次次的滑掉了 它掉头到从前头 掉头再回来 再钻到水底下 再把这小海豚再拖起来 继续的往深海方向游过去 好像是在说 孩子咱们回家吧 这一幕确实很感人 而据了解那只小海豚为什么会死亡 死亡原因是在他的腹部有一条长达30厘米的一条伤口 所以我们在被海豚的故事感动的同时 是不是也该反思一下 是谁伤害了小海豚呢 恐怕这感人一幕的导演 还是我们人类自己吧